大家好 为什么有一些花友养茉莉花 不烂根 也正常的给它施肥 但是这个叶片就是 瘦瘦小小的 长势不好 心仰长的少 原因是什么呢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处理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 茉莉花的根系 不能正常吸收土壤中的养分 虽然说它不烂根 也正常的施肥 但是它的根系不够强壮 不够活跃 吸收不了土壤中的营养 就会导致枝条瘦小 分枝少 后期开花 肯定也会少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使用一点 这种 施质酸使用肥 因为这种施质酸使用肥 它可以 增强 茉莉花的根系 在施质酸的作用下 土壤中的 氮磷甲元素 就会得到快速的分解 分解成 更加微小的颗粒 就可以让茉莉花的根系吸收了 所以说我们给它使用一些这种 施质酸水用肥 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这种施质酸水用肥 它使用起来非常的 方便 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的原性化 我们只是要准备1000毫升的精水 然后 直接给它 摁一次 就刚好 这个比例就刚刚合适 然后将它搅拌均匀 大概7天 到10天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就可以增强茉莉花的根系抗性 提高它吸收养分的能力 同时又可以改良土壤的酸碱度 不会让这个土壤变碱 而且在施质酸的作用下 又可以让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 快速的生长 有益微生物多了 土壤就会变得疏松 透气 更加容易分解土壤中的有机制 来给茉莉花吸收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茉莉花 又不烂根 又正常的给它施肥 就是长不忘的一些原因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